欢迎收听我的电台 这一期呢也不讲软件 也不讲这个史迹 好像讲鲁迅的一篇小说 为什么讲这篇小说呢 就是我在群里看了一篇文章吧 群有发的 我觉得讲的实在是 太浅显了 太浅显易懂了 他甚至都没有了解 这篇小说几乎就是 什么他都不了解 但是呢还是发出来了 我就说我在群里 我说这个东西我来讲好了 我就录这样一篇啊 这是鲁迅的短篇小说 要这是鲁迅先生 写的第三篇小说 当时呢是1919年 就中国的情况是 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嘛 复杂点来说就是 经历了辛亥革命啊 二次革命 然后中国史上并没有迎来新生 而是搞了好久是吧 最后搞出来一个 袁世凯相当皇帝 然后张勋相当皇帝 简单来说 就中后还是那句话嘛 就皇帝轮流 到我明年到我家 今天到我袁大头这里了 明天到我张勋这里了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常态 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嘛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精神内 好像现在把这句话 从中学历史教 中学到古文中山了 你不能说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就是有种 这个王侯将相要有种 说实在的 但中国不会信这个 就是觉得 你只要有机会当皇帝 那肯定是不会去放过了 就是我一定要去当 因为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 卢迅是比较郁闷的 有点郁闷 他自己敬重的人秋景 秋景是被清政府杀掉了 这篇小说的革命者的原型是 就是秋景 但他写的叫夏宇 你看这个秋跟这个 夏是对应 这个宇跟景都是一种宇啊 都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明显 就是秋和夏 然后两个都是宇 但原文我就不说了 虽然它是一篇短片 小说也是一个好几千字 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 但这个非常短说实在的 上厕所的功夫 你就可以看完它 我再读一遍的话就不行了 因为我普通话又不好 你去读那种自证强远的去读 就去读一下 这篇 这篇课文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是有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省市 我不知道有没有 在山东 好像是高一 我如果没有记车的话 高一的课本上 语文课本上是有 现在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当年的时候 肯定是有的 这个我不说谎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要 这篇 我就稍微的介绍一下 这篇课文啊 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画家嘛 有个小孩得了肺结核 就劳病 肺结核要吃这个人血馒头 来治疗这个肺结核 正好呢 有一个夏家的孩子 就夏宇 就是那个革命者 被砍头了 就画脑酸 他老爹就画脑酸 得肺结核的这个小孩呢 就是画小酸啊 就是他老爸 画脑酸呢 跟他的妈妈 就画画大妈 然后呢 就是可能攒了一辈子钱嘛 然后就 叫什么 就是去买这个人血馒头 他又买 小说呢 就是买回来 你这个馒头地着血 然后都放在炉子里烤一烤 然后吃了 吃了之后肯定不管用嘛 小说最后一部分 就是两家人 就去上坟嘛 画家还有夏家 这故事的大体的内容 大家去说一下 读一下内容 我就不展开讲了 先来说一下 这两家人的姓 一个是画家 就画老酸家 一个是夏宇家 这两家 就是这个姓啊 其实非常有 有有有 这个讲究的 就华夏嘛 华夏 就这两家就代表了 整个中国的民主 就华夏民主 华家呢 吃了夏家的人血馒头 最后两家都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凉的结局 如果照现实写的话 就小说太悲凉了 因为华夏挂了嘛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鲁迅用了曲笔 就是给下雨的坟墓上 然后就是说 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花 一朵花 当然鲁迅 他在呐喊上秩序 这篇文章出自呐喊 就喊嘛 呐喊秩序中 他讲的 鲁迅实际上 他算是一个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他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写文章的时候 不管多么悲凉的一件事情 他都是 叫什么 他不会写的特别的悲凉 总是给人一点点希望嘛 知识这个希望是假的 他仍然是给你一个希望 他用曲笔写 就是说有一点 伟大的人文情会 在里面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虽然现实不是如此 但是他希望 装些 装 装点些欢容 使作品 比较显出若干亮色 但他的白话文 就不太好读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是第一个写白话文的人 就是说他他就 天上一点 其实呢 这些希望都是 凭空天上的路 所以就是说 一贯 一贯呢 他是主张积极的 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并不愿将 自以为苦的寂寞 再来传染些 也如我 那年轻时代式的 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他的白话文 确实写的 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你读的可能不太舒服 就他有一点 正能量大V的感觉 就是说 我如果造实写 你们就觉得是负能量了 就崩溃了 像我那样 做好梦的青年 我还是给你加个花环 就是在这个坟墓上 整个花环出来 这在中国 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非常非常不合理 以下雨 这个秋景 秋景就是下雨的原型 秋景为例 秋景女士的话 就是剑虎女侠嘛 秋景女士一生 她是自律于呼唤 就是民众啊 你要觉醒 你要推翻整个清政府 她呢 她这个人是被告密抓的 和小说中的 下雨是类似的 处决的时候 也是凌晨三四点钟 也和下雨是类似的 处决的地点是 这个绍兴 浙江绍兴的 这个古庭 古轩厅口 这个这个路口 我去过 这个丁字路口 我去过这个地方 那也不是为了看 因为我们出差到 这个绍兴 既然到了 就去看一下它 就是那个地方 还写着这个四个大字 就是一个黑色的排放 一样上面写着 这个古轩厅口 这个鲁迅 在小说中也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 在他面前 显出一条大道 直到他家中 后面也照见 钉字接口 破扁上 古庭口 这四个暗淡的 金字 鲁迅并不是不实字 这四个暗淡的金字 他只写了三个 古庭口 为什么只写三个 这就小说嘛 你自己要聪明一点 你补全他 古轩庭口 就这个地方 只有你用心去读的话 你才知道 这个人原来是想秋锦 是吧 秋锦的墓 下雨的墓 他是给他加了一个花坊 那秋锦的墓 最后怎么样了 有人 有没有人去 给他的墓上 献一朵花坊 我当然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看到 哎呀 因为他为 他为中国去觉醒 做出了贡献 但实际情况是 他死后 这个后人 他没有收尸 两个月之后 等会我们再讲一下 他哥哥去收尸 这个有人专门研究过 后来的话 确实在这个西湖边上 给他做了一个墓 但是后来有个伟人觉得 你这个西湖边上 有个革命者 这也不好是吧 这么好的社会 你还宣传革命者 毕竟革命者 这个很危险 大家不要学他 然后在1965年的时候 秋锦女士的 钢筋水泥 坐在这个坟墓上 就装了一些炸药 并不是花坊 装了一些炸药 一声巨响之后 这个墓被炸了 根本没有人放花坊 而是放了一个炸药包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讲这个 里面的人物吧 这个药里面的人物 第一个就是夏宇 我们第一个讲他 夏宇 这个是个革命者 就是华夏 华夏民族中的夏甲 在中国的话 革命者只有两条路 是吧 就是你成功的革命者 会被万人惊咬 失败的革命者 就被踩在脚下 成王败寇 没有第三条路 你不能说 我又没成功 又成功了 还可以 那不行 没有第三条路 这是一条不成功 就成人的道路 很难走的 成功者当然 接近于零 如果你要做这种 我只能祝你成功 在这里就不说什么 普通人是不会理解你 你不能说 我是革命者 普通人理解你 不但不会理解你 他会骂你 你的父母也不会理解你 你的亲属会举报你 就在这个药这篇课文之中 不是课文 叫小说 他确实是课文 我读的时候课文 这个红眼睛 里面有个 有一个人嘛 叫红眼睛阿易 他打下雨 你打他 你坐肩幼乱 他肯定打 红眼睛阿易 这个名字起的 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鲁迅 起名字 真的是小说中 小说家中 起的最好的吧 我不能说 不能太什么 他起名字 每个都有含义在里面 鲁迅在他小说中 起名字经常 为什么是红眼睛 就是仇人相见 愤慰眼红 就杀红了眼的这个眼红 但是呢 他偏偏就有义气的义 阿易 阿易是管什么 就老访了 是狱警 用现在的职业定位 就是说狱警 就是朝廷的打手 犯人呢 就是他 气压和盘剥的对象 他肯定要打这个下雨 下雨打了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抢点东西 但是他太穷了 他就把他的衣服都剥光 就衣服也可以荡掉嘛 当年的话 现在可能没有人要了 这个衣服 就剥下 剥下来的衣服 都给管劳的红眼睛阿易拿去了 这是小说中这样原话写的 就是说 衣服也给你脱光 因为革命者 下雨没有什么财产 只能把他的衣服剥下来卖掉 可能是卖掉 应该或者做错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应该是卖掉 显然下雨的话 并没有责怪这个阿易 而是对阿易 就是老房嘛 就是讲话的话 他就说 这个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但阿易听到 下雨说 哎呦 竟然这个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他的反应是什么 就给了他两个嘴巴 就打了这个下雨 说你大清静 是这个是吧 子女太后了 今天是你的啪啪两个嘴巴 大家还笑什么 说哎呀 大家都夸上一哥 就是一手好拳棒 一手好拳棒 就是说打得很好 反正茶馆里的人呢 都觉得还打得好 所以呢这个阿易是忠义之人 忠义于谁呢 忠义于大清 就是说阿易是吧 忠义于大清 忠义于这个烂不掉的铁屋子 就红眼睛阿易嘛 对下雨来说就是 你跨越不过的一道墙 你想去拯救他 他慢慢打你 是吧 这个没办法 还杀了你最后 第二个人就是华老师 也就是华夏宗的华家 如果说华夏宗的夏家 是特别少 夏雨这种人特别少 可能是一分之一 是什么意思啊 一分之一的话 但是华家的华 华家就是99%中的我们了 我们每个人都华老师 华老师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劳动群众 他有这个 他很勤劳 非常的善良 也非常简朴 他这个整天就是 他开茶馆嘛 他赚钱 就赚辛苦钱 就熬夜 有黑眼圈 也不肯 也不肯休息 他非常爱自己的儿子 为了给儿子看病的话 他省吃点用 真的是一包洋钱 就是这个银元 可能远大头 或者是什么 反正一包洋钱 积累下来的 这一包洋钱 就给儿子买药 买什么药 就是这个人血馒头 而他看到这个 低着人血馒头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小说 他害怕 为什么 他知道这是人血 这个还那个红的 真的向下低 他又不敢去接 这个人说 赶紧赛给他 更体现了就是 他非常的胆怯和善良 我们要知道 很胆怯的人 他很愚蠢 但是他确实是很善良 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很善良 鲁迅的几句话 也就写出了他的整体面貌 就是满腹补丁的甲背 甲背应该是那种 马甲吧 甲背 我也不知道 如果知道这个南方话 甲背是什么 我收了一下 好像是马甲的意思 就是补丁 全是补丁 就说明他的经济状况 应该不太好 如果太好的话 他现在跟穿乞丐服不一样 人家乞丐服还贵呢 他当年肯定就是 甲背 就是真的是没钱 还有这两个眼荒 都围着一圈黑线 就是你天天不睡觉吗 因为你开茶馆 可能很早要起来烧水 就中国人喝热水 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事 最近这几十年吧 才有的事 就以前你喝个热水 你要去茶馆 现在我们呢 有电磁炉 是吧 有电热壶就给烧了 而且他即使有这样的话 还是对这个客人笑嘻嘻的 这说明他工作非常非常劳累 要996啊 可能是 还不敢对这个茶馆的人发脾气 他极度的爱自己的 用英语说就是人非常的nice nice nice 他深信这个人血馒头能够治疗 他儿子的肺结核 他也能为买到这种药 他觉得特别爽快 可能他一生没有快乐过几次 但是他买到这个药的时候 他觉得整个人都 哎呀 就是说 就有救了嘛 他觉得他儿子应该有救了 吃了这个人血馒头 这个脑病就好了 但他并不知道的事情 他花了这么 这么大的价格 一兜这个羊钱 买的这个人血馒头 是谁的血 管不管用 实际上是不管用 是谁的血 他还不在乎 他还不了解那么深层子 反正就是一个犯人 但这个犯人确实是他的药 就这个样子 再说一下鲁迅起名字 我前面说了这个 华夏两家 再说鲁迅起名字 哎呀 在中国人中是不可能跟 父亲跟儿子共用一个名 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 化老酸 他的儿子是不可能叫化小酸的 他应该叫化小什么东西 他肯定不能叫化小酸 这其中是有深意的 为什么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 你大家有没有 好像只有特别富的人 会用这个父母的名字起 就是那些高官可能会有 但中国普通人不会 不会有这种 父母用相同的字 但我知道有这种 人家那种高官是不一样 但普通中国人都不会这样去做 就是化老酸 化小酸 其中有深意的 就酸的是酸住的意思 塞住的意思 没有脑穴酸 这就是华夏两家中的名字 都是 华家是一直被酸住的 从侧面也像 大家表述的 就是化老酸 就是说心中是非常非常的愚昧 愚辅 就是酸住了嘛 就是酸 酸的你整个人都不行了 当然了化小酸长大了 就成了化老酸 用前几年很流行的一首歌 化小酸开始唱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就酸的死死的 化小酸长大了 就是化老酸 就化下两家 本来是有药的是吧 化家的这个病 实际上可以用夏家的药来治 就夏家的药 就是夏雨 雨这个唯一一个好名字 这里就美育的意思 跟秋井的井 美育的意思 就是本来你靠夏雨搞革命 能成功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让化家 不会带这么 吃吃带带被酸住的 但是呢 化家却吃了夏家的人血 而不是吃 而不是靠着它的理念 而是吃了它头上的人血 这不是药是吧 这实际上是毁了这个药 这个药的来历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是化脑酸 忙忙碌碌的 一辈子 可能到头来什么都没留下 最后你的这个房子 水泥块可能最终都没有 你就70年产前吗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只留下一嘴吃喝拉撒的GDP 就是这个样子 肺结核在古代的话 是比较难治疗的病 有不少的这个文学作品 都得了这个病 比如说茶话女 我年轻时候特别喜欢看茶话女 有那种爱情故事 就茶话女 马格丽特 看了都想哭 但现在不会再哭了 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 不知道大家 现在还喜不喜欢看书 因为我发现 我每次跟人家说 这个书挺好的 看个屁书 不是我看抖音 现在我都不推荐书了 那中国这边有林黛玉 林黛玉也应该是这个 就是这个肺结核 西方有活人就更多了 什么肖邦啊 雪莱啊 布朗宁 都是肺结核 巧合的是写本篇小说的鲁迅 鲁迅也是肺结核 鲁迅肺结核去世 还有就林徽英啊 还梁士成 就林徽英 我们知道财女 就是梁骑车的儿子梁士成 他们不是结婚了吗 就是两个人都是肺结核 但是林徽英的肺结核死掉了 梁士成的肺结核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肺结核 还是看你的身体素质 跟这个 并不是所有人等上就死 就是说还是年老一点 比较容易死 如果化脑酸 不听信谣言的话 不认为这个人血买 他可以治疗肺结核 实际上你这个化小酸这么年轻 加强锻炼 然后吃点蛋白质 比如说把那个银子买成鸡 还带你炖鸡汤 或者是每天就跑步 是非常有可能好的 就是说 非常有可能 并不一定是真的是好 但是这个肺结核 并不是百分百死 比如说人的粮食成 为什么就好了是吧 还是靠自己的体格 通过这篇小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化脑酸 是传统的华夏人家 华夏人家庭 就大四小时 我们可以从小说中 你可以看到他 他每一个说话 都是说一不二的 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 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 还有他的儿子 都非常听他的话 就这么个就这么个人 就男权社会嘛 就是但是他是个傻子 是吧 这个就彻底完蛋了 也有悲剧从中而来 就是说在家里 说一不二的话小 化脑酸呢 他就听外人的 他也没什么信息来源 他就是开茶馆 可能哪个人有权有势 他就听谁的 接着我们再说 他听的这个人 是小说中的第三个人 康大叔 康大叔这个名字 就卖人选馒头了 你看看 卖健康 康大叔 卖给华老三 这个健康的幻想 不能叫梦想 健康的幻想 康大叔是不是 这个柜子手 不好说 因为他是和柜子手 穿一样的衣服 我们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他就是柜子手 但是他穿的黑衣服 他穿黑衣服 有很多人穿黑衣服 是吧 也不一定是他 但是他有消息灵通 也许就是他是吧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出场 我们脑子中 一定会有一个 这么一号人物 是跟这个 康大叔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我再读一下 这个小说中的原本 就是突然闯进了 一个满脸横肉的人 穿一件悬色布衫 闪着扭扣 用很宽的悬色腰带 胡乱捆着腰间 刚进门 便对老三嚷道 吃了吗 好了吗 老三 就是运气了你 你运气 要不是我信息灵 就是说呢 这个人给他通告了 下雨可能就是四点多 在这个丁字路口斩首 你拿着银子 去哪里去买 好我信息很灵通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 吃了就是说好了 吃了一定是好了 就运气了你 这个人呢 就是说让化脑酸 感恩戴德的人 他卖给了化脑酸什么 人选门头 我们现实中 实际上是 懂得混到类似的人 就满脸横肉 也是满脸横肉 脖子上挂个金链子 可能后面还挂 刷这个辫子 然后穿的也与众不同 但是呢 现在经常是 身上有一个爬行动物 可能闻一个 乌龟王八什么的 或者是龙 但基本上都是爬行动物 或者老虎 老虎不是爬行动物 老虎是哺乳动物 可能就闻这些闻声嘛 再加上 网络的这个放大效应 他又在网上开了个账户 就有一大批追随者嘛 其中呢 这些追随者 大部分就是发脑酸 当然了也有可能 他卖的不是人血门头 他卖的可能就是说 燕窝和蛋白粉 酒水什么的 就是说你喝酒 我卖的是酒 也是假酒 真酒假酒都差不多 我就以存对象 但康大叔是什么 他肯定是个政府的帮凶 我们姑且认为他是跪着手 你跪着手 以杀人为生 砍人头为生 砍人头之前 他是要和红眼睛的阿姨 这个预警一样 是捞一笔的 我们听到过有关下雨的事情 都是这个康大叔说的 发脑山用来买人血馒头 那一包钱 肯定百分百 有一部分之手 落入了康大叔的口袋 因为他提供信息嘛 即使那个跪着手 不是说康大叔的话 那个人我没见面 分一半都可以吧 是吧 但是他也不会承认 不会承认他拿了他的这个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 他自己说的 就小说中自己说的 我没得到好处 我给你免费提供的 就是听这后华夏人讲话的话 一定要反着听 就是说 我为你服务 就是你为他服务 他说没得到好处 他肯定是得到了好处 同书来说就是 得了便宜卖官 来华老山的这个茶馆 就是说 这一年的茶钱 肯定是不用付了 或者以后的茶钱 你看我给鸟子整了个这个 我以后一点火车没得 我一分钱都没拿 是不是 这个两年茶钱 肯定是不付 就白喝他 但康大叔和这个 红眼睛阿姨是同一类人嘛 就是朝廷的狗腿子 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负责杀人的 这个跪着手 这些人呢 也是清政府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他们就是几乎是没有人性的 就是全是兽性 用犹太思想家 汉纳阿伦特说法就是 本来内切了我英语 这个英语 秀一下英语 为什么我要秀这个英语 第一句话我就说 因为这主词翻译成汉语之后 就会别有用心的人给曲解 他故意曲解了 翻译成了平庸之恶 这句话其实不是平庸之恶 就好像一个很平庸 我很平庸啊 我开住住车非常平庸 那平庸就是恶吗 他只是意思是平庸之恶 并不是这个意思 本来内切的意思就是说 对恶习以为常 喜欢恶 就是说呢 我喜欢恶 就像唐人喜欢吃死一样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本来内切确实的说 应该叫司空见惯 这种有时候习以为常 但肯定不能翻译成平庸 就是恶呢 是有两种 因为那个汉纳阿伦特的这个说法 就犹太的这个这个作家 执行家 不能叫作家 有两种 一种是呢 这个德国统治阶级 我们这篇小说中 我们还可以替换为 清政府那种极端之恶 就杀求紧的这个恶 另一种呢 就是本来内切的恶 就是说呢 作为朝廷的狗 就是让你有几口 你就有几口 甚至多有几口 就是 这个 就是德国集中影 也是这个小说 大家可以 不是小说 你说这个本来内切的恶 就是有一本书 你可以看看 实际上我们都能看懂 也是过了四季 像我过四季 拿着字典就能看懂 就他有一个集中影的军官 叫做阿道夫 埃希曼 他最后被抓了 被抓 被抓审判的时候 他就说 我就是负命行事 就是让我杀多 我就杀多 我就是挑狗 是吧 让我要几口 我就要几口 但是呢 这是扯淡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 就是说 红眼镜阿姨也好 还是康大叔也好 还是这个 阿道夫 埃希曼也好 阿道夫埃希曼是从 阿根廷 阿根廷绑架回来 大家可以输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被绑架回 还是从阿根廷 阿根廷绑架回去 然后他还在 在德国的 奔驰骑车 在牛逼的 要死 就是阿根廷 那个德国 阿根廷也有奔驰的 他在奔驰骑车工作 然后呢 绑架回来 然后审判 然后吊死 就绞刑了 不能翻译成平庸之恶 确切的说 应该翻译成喜欢邪恶 就是我喜欢邪恶 就这个人 喜欢邪恶 他对折磨别人 有这种快感 就是柜子手 我砍一刀下去 我就胜 就很高兴 脑中就分泌 多半暗 我不杀人 不爽 康大叔和红眼睛阿姨 也是这种 以折磨人为乐 只有折磨人 他们从中捞到油水 他们就是天生的饿人 在正常的社会的话 比如说一个非常正常的 文明的社会 他们可能是个正常人 但是呢 一旦这个社会 这种邪恶实力 他们就是邪恶了 就跟苍蝇见了狗屎一样 肯定是飞过去的 他天生就有一种 喜欢邪恶的倾向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Banality of Evil 不要看中文版 中文版 瞎他妈翻译 还有一类 就是说革命者的亲属 这是第四种 革命者的亲属 这第四类就是下三爷 下三爷是谁 下雨的伯父 有三大爷 伯父 我们山东就叫大爷 三大爷 这个伯父是什么 大一灭金 他举报了自己的子 下雨是被举报的 他得了25两名字 举报之后 你总是要有 什么 潮票嘛 票子嘛 你不举报了 如果没有的话 肯定是不大行 在小说中这么写 下三爷的 就是也是借这个 康大叔的口教 下三爷赏了25两 雪白的银子 独落腰包 一文不化 独落腰包 他也没分给其他人 因为他举报的 也就是说下三爷是举报的 举报之后是有好处的 百姓呢 对下三爷举报这件事情 周围的人都是 就茶馆的人是持称赞太子的 小说中写的就是 下三爷真是个乖举 就是很乖嘛 乖举 要是他不先告关 连他满门抄斩 现在怎样 银子 这小东西 真不成东西 就是说这个 那个下雨真不是东西 关在牢里 还要劝牢头盗 这个牢头就是红眼镜 也都举报呢 也是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 鲁迅先生在他那 写的两地书中 两地书 大家说两地书 其实鲁迅先生写的 我完整的看过 我应该是完整的看过 鲁迅写的所有 出版过的大部分 我不能说所有 因为他写的太多了 但我基本上都翻过一遍 我翻过两个人 一个是鲁迅 应该是张爱 基本上我都翻过 像其他的人说实在的不多 张爱玲我也都看过 我特别喜欢张爱玲 胡适也翻的比较多 胡适也比较多 鲁迅看不上胡适 张爱玲看不上鲁迅 什么鲁迅看不上张爱玲 但是鲁迅看的 不是胡适 张爱玲看得上胡适 胡适也看得上张爱玲 这几个人都挺喜欢的 就鲁迅在他的两地书中 这样写 他说中国多案件 挺身而出的勇士 容易上命 这种战法是必要的吧 就是说中国是枪大出头鸟 如果你想出头的话 很可能你不是被敌人杀死的 而是被你最亲密的伙伴 就是说挺身的勇士 最容易上命 为什么多案件 中国多案件 所以鲁迅确实对中国人的了解 是比较深刻的 比我们都深刻 就是亲属嘛 你看看下山也 把他的子子举过了 这你能想到吗 但现实中的丘警也是朋友举报的 鲁迅在他的文章 这鲁迅的文章都看过 所以有时候写着写着 我就想起他其他的文章了 就是论费尔普赖应该缓行 他写到丘警女士 就是始于告密的 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 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 革命一起 他的故乡就得到了一个都督 等于现在之所谓都军 也就是他的同志 王金发 他捉住了杀害他的某主 调集了告密的案件 要为他报仇 然而终于将那某主释放了 据说因为已经成了民国 大家不应该再修旧院吧 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以后 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强绝了 因为有利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 丘警的某主 哎呀 这个他写的 我给大家讲讲 他写的这个白话文 你的读得不太顺流 这个路线确实有点这个问题 告密的人呢 就是长兴县教育的胡道南 后来这个查得比较清楚了 就有几个人都是丘语的 同乡吧 都肯定是认识的 就是胡道南 还有就是绍兴府中学的 监督叫袁毅 还有几个同乡 就是什么 汤寿浅 还有张介梅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就当时的公职人 你公职人肯定是向着清政府 你他妈推翻清政府 我还要从清政府领银子 我不举拨 你举拨谁 但丘警显然他 他误会了 他竟然告诉了 是吧 人家有公职人员 你说我要推翻你清政府 那他妈不告你搞谁 是不是 这几个革命党人 这几个 但后来有两个人 比如说胡道南 可能被革命党人杀掉了 像张介梅 或者那几个人高官 你很难杀掉 因为要杀掉的话 影响就有点太大 连黄兴 黄兴也是跟孙中山齐名 但是黄兴比孙中山 要温柔一点 黄兴就是说 出来求庆成 你别杀了 都民国了 我们又文明 你这又杀 又打又杀到 咱们跟民国之前 有什么 跟清政府有什么区别 这边也想想也是 因此呢 就没有杀掉张介梅 就是 这跟所有的电影一样 你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就没有杀掉了张介梅 后来就二次革命 失败 又杀回来了 就把黄兴发 这个人给杀了 这个告密者 就牛逼了是吧 山影 先杀了秋景 杀了秋景呢 就当了大官 当了大官呢 黄兴发就杀不了他 因为黄 黄兴来求情嘛 然后呢 他又杀回来 又把黄兴发给杀了 然后还把秋景的墓 秋景的墓原来是有墓碑的 有很多人给他写 包括 人中山嘛 好像是 写的叫 写的什么 我忘了 剑虎扭侠还是什么 反正是写了几个字 还有很多的碑文 这个这个是吧 张介梅 那时候已经当大官了 他的墓退掉 是不是 铜像是吗 就这样 所以呢 那个墓 墓也小了 然后碑文也给退掉了 铜像也扔了 反正确实留了个墓 总之赢马了是吧 山影 梦里都能笑醒 这个告密者 确实过得很好 哎呀 真的是 一点亏都没吃 真的是一点亏都没吃 但是秋景呢 也不是什么答案 肯定是说 不会说有个专案组 专门对秋景的 秋景就是 完全是被诬告 第一次的时候 清政府就是说 红眼睛的阿姨们 看到 就剿灭这个革命党的时候 就看到是女的 这个这个红眼睛的阿姨 当年的红眼睛的阿姨们 还有点人性啊 就女的不大 因为我看到你是女的 哎呀 我就把你放了 就是说 就是说你走了嘛 女流之辈是不是 我们这个男人 红眼睛的阿姨们 就遇警 当警察了 我不杀这个秋景 就是说秋景你走吧 那秋景一看 他也没走 人家旁边的人就说 你反正已经牵扯进去了 就劝秋景 你再去日本嘛 你这个 但秋景说 不行 革命总要留学嘛 再说他好像有什么大案 他也没走 没走就不行啊 其他人就举报他 然后呢 就把他的人头拿来换椅子 秋景实际上他死后 也不是什么大案 就是他死后不会牵连家里 真的这个案子并不是特别 特别大的案 而是被被被这几个 他妈的杂碎给搞的 就是搞成了大案 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 为了让当圈者爽 然后呢 我就说嘛 这些人就非常 他就是杀几个人 反正杀你全家也是杀 杀你也是杀 只要我的官能升上去 就办成大案 铁案 他有个哥哥叫什么 邱章玉 邱锦啊 邱锦的哥哥叫邱章玉 邱锦死后两三个月 没人收拾 自己都烂了 两三个月 没人收拾 他这个邱章玉 写了两句诗嘛 叫聂政乃有解 邱锦 独无凶 他哥哥 他哥哥他说 就是谴责自己嘛 因为我去出事的话 因为我们全家都可能死掉了 因此呢 就这个样子 那聂政的姐姐 聂政应该大家知道 就是死记这本书嘛 我也讲死记 可能以后会讲 死刻列战中的一个人物 他有个姐姐 是死记中最伟大 最勇敢的女性 没有之一 放在中国的历史上 可能也是 没有之一吧 不好说 但是死记中是没有之一 这里也就不展开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孽政的故事 下三爷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 出卖邱锦的人 是中国混得最好的人之一 就是说拿手好气 就是举报 自从有了微信之后 大家应该对这个不太陌生了 因为微信经常被举报没了 你在微信里讲几句话 麻烦有人举报 其实你在微博被举报的话 你心里还好受点 因为他妈陌生人 你举报我就举报 但是微信不太好 微信你就熟人 熟人他妈还举报 就这个样子 比如说像我 有人加我微信 经常给我私聊 我当年 当年刚做电台的时候 人比较好 说实在 我以前还给人私聊 后来不私聊 现在给我私聊 我就呵呵 就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伙 我给他给代码 确实在 我写代码还可以 然后帮他刷Kindle 就是说我在发朋友圈 我说这个Kindle 可以刷一个叫做 KeyOread的系统 就是说可以扫描整个PDF PDF不是扫描 不能排版 但是你在Kindle上 他可以用这个软件 对这个PDF进行排版 重排 真的排得挺好 大家可以用一下 但他傻逼 我说不会刷 我说不会刷 你又寄给我 我给你刷吧 然后他就寄到我家 我就帮他刷了 至少你想想 刷这个东西 即使不难的话 又加派帝又加送什么 我也得浪费半天时间 刷的两小时 我还得给他寄回去 去这个拆鸟驿站 虽然确实有费 他给我了 但是我得去寄吧 是吧 结果就是就这样 我还帮他干了不少事情 是吧 我觉得脑好是有点情意嘛 结果有一天 这个家伙听了我某期电台 咱狗鼻子就是不行 灵敏的狗鼻子 秀出了我说国产软件不好 很多都是流氓 我说中国国产人家 很多都是流氓 而且尽量不要用国产人家 而且也不要买国产手机 他妈的垃圾太多 你买国产手机 你很可能会坑 然后这家伙也挺不行 我给你不是一路人 他就开始被我疯狂的举报 但他还是算打鸣枪了 他不是按键 他现在微信里感谢了 我对他的帮助 说我确实感谢你 你给我改过代码 还给我刷个Kindle 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面前 我给你还是不一条路 同时举报 对我举报 举报了 好几次 给他下家了 我就成了他的敌人 然后往远把他拉黑了 是吧 给敌人做斗争 他是我的敌人 往远确实赢满了 他确实赢满了 帮他刷东西 改代码 最后举报我 还成功了 再说第五类人 就是下次奶奶和华达 这就是夏宇的母亲 这个就不多说了 大部分母亲都是这个样子 她生业自己的孩子 她搞不懂自己的孩子 在干什么 下次奶奶并不理解 自己的儿子从事的事业 当然也不明白他儿子 下雨牺牲的意义 就是他儿子为什么死了 他还不知道 但他确实认为他儿子死了 他很心疼 他儿子做了这么伟大的事业 他就为他的儿子还感到羞愧 因为他儿子就是买啊 买这个东西 你是正常人死 你要买在墓的这一边 你是被杀头死的 你不能买在祖坟里 可能是你买到另一边 就是有一条蜿蜒的小路 大家可以去看小说的原本 他感到羞愧 为什么呢 这两个的墓地 就是华夏两家 他妈的 这个 就是在旁边呢 就是你这边是 这个真的是很悲惨的事情 就是小说中这样写到 忽然花大妈 坐在地上看他 有些愁愁 惨埋在脸上 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为什么羞愧 因为他发现 有个人又在上粉 我儿子是被砍头死了 实际上他儿子是吃 他当然不知道 他儿子吃了 他的儿子的血 是吧 人小馒头 他就忠于硬着头皮 为什么硬着头皮 你看我儿子死的是 是吧 被人砍了 砍了头 就是说硬着头皮 走着了 左边一座坟前 放下篮子 就开始祭拜 他还很迷信 他看到粉头的花 后他就觉得 他儿子肯定是显灵了 他希望他儿子显灵 说你可以让这个乌鸦 飞到我粉头上 就让他乌鸦一下飞走 大家可以看这个文章 你仔细读一读 不要像看网文一样去读 简单越读越悲两 但这次鲁迅写文章 还是给你留下了 一部分的暖色吧 给你放了一朵花 让你觉得 还竟然有一朵花 实际上没有 而是有个炸药包 大部分中国的父母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试试在这个 家族微信中 讲出你真实的想法 大概你会被踢出来 或者你会被 被老爸老妈妈 是吧 你也不懂你在说什么 还有第六类人 就是花白胡子 驼背五少爷 但还这些都是老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小说中讲了 有二十多岁的人 这几个人我就不一起 讲了还有丁字节青年 这些人不尽相同 就花白胡子 可能就是为老不尊 他是那种就是说 可能他一生就是第三下事 最后也实在是没办法 就是不求 就是最后就躺平了 我不求就是富贵显得 就是勾且投身 我就是天天的 找这些社会 新门来填区 填我这个整个的 残余的人生 看到这个柜子手的话 他马上第三下事 就叫康大叔 普通的时间 就是有嘴滑舌 就是非常油腻的一个老头 虽然他比这个 康大叔要年老很多 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叫驼贝武少爷 就是那种可能非常的沉闷 亚裔 然后你看 鲁星一写 就是满脸 哎呦 就是说就像死了爹妈那种 满脸仇怨的人 但是他听到了下雨 下雨说 哎呦 大清的天下 是我们大家的 他就很愤怒嘛 但是呢 又听到就是 被红眼睛 哎呦 打了这个下雨之后 他又觉得 哎呀 打得好 是吧 他觉得自己的仇人 被打了嘛 然后又由衷的高兴 就很开心 就看到革命者被打 他又很开心 就这样 就像现在 现在有些人 就是说只要是国外 不管哪个国家 只要是国外水深火之 自己就高兴 就这样 由衷的开心 你不管是哪个国家 只要是他们倒霉 我就开心 还有就是20多岁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年轻人 是吧 呃 华夏的年轻人 他们应该是最能理解 按道理说 他们应该是比较能理解 这个下雨的人 但是呢 康大叔就说 这个 呦 你这个下雨 这个这个劝老头啊 造反 就是说非常气愤啊 就说 哎呀 他这个这个 这个年轻人就非常气愤 哎呀 那还了得 当众人就是明白 这个下雨 劝这个阿姨造反的时候 他要恍然大悟的说 发了疯了 就是说还是个 还是个笨蛋 是吧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 长大了 要么成为这个驼背舞少爷 要么成为花白虎子 反正就是个笨蛋 这就是茶馆的人嘛 这些人共同的特点 就是什么围观 他们以为是个人就喝个茶 然后围观 当今的话来说 就是吃瓜群众 这种人在鲁迅的文中出现的是最多的 他们就会围观 什么都会围观 鲁迅 鲁迅他也讨厌这种人 但是我并不讨厌这种人 就日本人杀中国人 他们也吃瓜 反正你就杀人嘛 就好看 吃瓜 就是这 清政府杀革命者呢 他们又围过去吃瓜 明星出轨呢 他也吃瓜 什么交通事故 有人跳楼 他们都吃瓜 就站在那里 随时随地的吃瓜 鲁迅呢 写这种人写得特别不客气 叫啥妈的 还不能骂 他写这群人的形象就是什么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捏住了 向上提着 因为你这个围观 你是不是要伸着头 他就像鸭子一样 他就提着头 然后就在那看 总而言之呢 就是啥事就是伸长了脖子去围观 啥都看 啥都围观 就我朋友给我看过一个数据说 有人看短视频 一天看九个小时 很多 特别多的人 刷小刷这个短视频 九个小时 想想表演崩溃 我也有点崩溃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人血馒头的事情 为什么叫人血馒头 不叫人血油条 什么人血煎饼 什么人血粉丝汤 但鲁迅的馒头的意思 他怕我们这些文盲读不懂 他小时中已经点名了 就是两面都已经埋到层层叠叠 晚然扩人家里住寿时的馒头 在中国古代的话 馒头啊 很多人都把馒头做什么 就是焚头啊 这个馒头就是焚头 比如唐代打油诗人 这个王凡志 也叫王凡文 他写的叫城外土馒头 他打油诗写的很不错 他是个和尚 他写的叫城外土馒头 现炒在城内 一人吃一个墨咸 没滋味 就是城外的土馒头是什么 就是你死了人要埋在城外 这个馒头里面要有这个县草 实际上山东的馒头没有县草 就是说那成了包子 那县草在城内 城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人嘛 每个馒头里面要买一个人 就是他的县草 总归是那句话 叫重有千年铁门槛 终须一个土馒头 晚然扩人家住寿时的馒头 吃人血馒头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化老三 他花了很大的价格 然后买人血馒头 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造人血馒头 卖人血馒头的人肯定是跟我们对 现在网上 网上不是有很多这个红眼睛的阿姨们吗 天天就喊 不能吃人血馒头 实际上他们还是吃人血馒头 在现在社会的话 是有一个第四权 就是叫新闻传播权 就是媒体权吧 这个第四权 就是说就要追责 我就是要怼着他妈政府干 怼着社会的不公干 在我来看 就是很多 就是中国的很多媒体 对西方国家的第四权做得非常非常到位 比如说美国枪击案了 或者德国被洪水淹了 就央视 我们可以看 只要美国枪击 央视你打开24小时报道 就全方位无视角的覆盖 就是你就看这个新华社记者 哎呀多数在报道 这个美国又枪击了 你看看 还有德国被淹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纸媒 央媒 视频媒体 都是24小时放 就不管是德国政府 还是美国政府 屁都不敢 为什么呢 他们敢说 你们中国媒体吃人血馒头吗 不敢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媒体应该做的 就美国的枪击肯定是不对的 你说德国那边下个他妈的小雨 竟然淹死了一百多个人 非常不安全 就应该怼这些默克尔 这些垃圾 就应该怼这些垃圾政客 但我们都清楚的一个事情 是国内的成功人士吧 我们可以有一个 说一个成功人士 你问他的小孩在哪里 或者你说一说 或者你去看他们去哪里 都是欧美 就是一般都是把自己的小孩 放到欧美去成功人士 任何的 任何一个人你去说 如果能有的话 我们就希望 作为父母的话 成功人士也是父母吧 他们作为父母 但我是生了小孩才知道 就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健康安全的 像美国疫情这么严重的话 美国今年五月份才恢复签证 就美国五月份 疫情那么严重 就给中国的留学生一下子发了 五月份就发了 我去查了 两万三千零六十六份签证 六月份更多 马上就到了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六份 留学生 我写的七月份没出来 因为现在刚刚过八一一嘛 可能过两天就出来了 七月份我确实没有 我相信应该又超过三万份 因为趋势就非常大 就两个月 五月份跟六月份就已经 签了多少 六万份 六万份这个中国的小孩 就是说这两个月就有六万个 中国的小孩要去美国去留学了 因此呢 中国政府肯定怎么观众美国的疫情都不过分 为什么 因为美国政府要给中国的小孩一个安全成长的空间 这是肯定的 你说为什么他就报道国内的灾情 不太报道 这个国内有时候有灾情 他们不那么上线 那说明你没当过父母 就当父母以后 对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家的孩子 如果我有本事 然后我家的孩子在美国 然后或者在加拿大生活上学 然后我关注的重点就是美国或者加拿大 无论我在哪国 无论我在中国还是日本 我都心都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呢 心系的海分那里 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嘛 就人很难做到说 我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要关心其他人的孩子 就是说这些人的老婆孩子 人家不在国内 人家凭啥关注国内啊 是不是 你说人家关注就有点强烈所能了 所以呢 关注国内灾情的人 比如说你 你被有 你关注国内的灾情 你可能会被红眼睛 阿姨说 你他妈是在吃人血馒头 实际上何止是吃人血馒头 那是吃自己亲人的 甚至是自己吃未来 未来自己的人血馒头 因为淹在水里的人 就是自己的亲人 反而淹不到他们的人 因为他们的小孩在美国 淹的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这些没本事的人 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 可能是我们大学的同学 反正就是没本事出国 在国内生活 可能就是讨生活讨饭吃 就自己上下班 你要坐地铁嘛 你自己没车 像我这开出租的 还有个车单子要拉轮 毕竟你坐地铁 可能两三块钱 你就坐个地铁就回家了 开车的话 你又像我出租车 开车可能又过隧道 是不是我要关注一下隧道 你万一开进去淹死了 所以呢 就是说还是要关注自己 你只能自己关注 别人不能关注的 因为别人的小孩在国外 人家干嘛关注这个事情 是吧 因此呢 我们只能自己拍点视频 发在微信上 就是说 我们关注的本身 还是关注自己 因为我们将来 有可能会淹死的那个地方 当然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还经常被这个红眼睛 阿姨说 你他妈的 是不是递刀子 是不是康大叔就忍住 说你是不是给递刀子 毕竟呢 红眼睛阿姨 他们肯定是 有钱嘛 他们这个堵传的DNA 可能就是 小孩已经去欧美了 是吧 他们当然不去 上心的关注 中国这边的事情 他们关注的 就是美国那边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小孩在那里 那里一定有安全 只有国内 什么样子 我就在这里赚赚钱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好了 再期到这里 再见